柔佛新山移民关税及检疫大厦 受到国能维修工程的影响 从昨晚8点开始停电 但没有想到经过一夜 今早的电工还是没有恢复 导致民怨四起 柔佛州务大臣拿督温哈菲兹就狠批 这件事不止扰民 还令国家蒙羞 温哈菲兹今天一早就在脸书发文 谴责 强调已经指示国能和公共工程局 马上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根据国能上个月发布的文告 当局是从昨晚8点开始进行维修工程 如佛州四个地点 包括新山移民关税及检疫大厦 将会停电让路给维修工作 虽然国能承诺 电力会在今天凌晨4点恢复正常 不过就有网民上传了视频和照片 显示截至今早9点 检疫大厦依旧停电 自动通关闸门 相信受到停电的影响 民众大排长龙 不过根据网民在马兴过境者 脸书群组更新的消息 检疫大厦的电弓在11点多 恢复运作 一切还有待相关当局发声明证实 波兰典 details 关注 applicants 钸区 店前途优仁 江东 噢允 相关 感谢观看